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近期接连发生了三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总统拜登周四表示 他将努力在下一届国会成立之前的跛脚压会期 通过一项禁止攻击性武器的法案 但由于下一届国会将于明年一月组建 届时共和党将控制众议院 使得任何枪支管制的法案的推进都变得更加困难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为了持续应对美国国内疫情 将81种自中国进口的防疫商品301关税 豁免期延长90天 至2023年2月28日 据悉美国目前已多次就该关税豁免计划进行延期 最近的一次原定于2022年11月30日到期 美方最初是在2020年12月宣布这项豁免 去年和今年分别各延长了一次 豁免的81项产品包括消毒洗手液 按压瓶 塑胶制 消毒纸巾容器 血压监测仪 指尖式脉搏血氧仪 核磁共振机和X光机 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 未来可能会继续考虑再次延长这项豁免 或加以适当修改 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本周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导致疫苗接种覆盖率稳步下降 并削弱了对疾病的监测 全球各地区目前面临迫在眉睫的麻疹传播威胁 麻疹是最具传染性的人类病毒之一 需要95%的疫苗覆盖率才能防止在人群中爆发疫情 两个机构在一份联合报告中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 2021年有近4000万儿童未能接种麻疹疫苗 创下历史新高 上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公共卫生部门 报告了一次当地的麻疹疫情 有24例活跃病例 所有这些病例都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儿童身上 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 麻疹病毒可以在空气和表面停留长达两个小时 感染者可在出诊前后4天内传播病毒 目前还没有治疗麻疹的抗病毒药物 联邦储备委员会于周三 发布了11月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会议纪要的内容显示 与会的美联储官员已知认为 美国的通胀压力几乎没有减轻的迹象 与此同时 大多数美联储官员支持放慢加息步法 另外部分官员认为 放慢加息速度可以降低金融体系 不稳定的风险 在11月的会议上 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准利率 目标区间上调75个基点 至3.75%至4%之间 这也是美联储连续第四次加息75个基点 自今年3月以来 美联储已经连续6次加息 累计加息375个基点 利率水平已升至2008年1月以来的最高位 此外会议记录指出 下一次利率决定是在12月14号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覆盖全美的工厂商业设备订单数据出现大幅反弹 未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 核心资本品订单10月上升了0.7% 9月份经下修后下降0.8% 受运输设备和军用飞机的提振 10月份耐用品订单量增长1% 为4个月来最大增幅 数据表明在面对更高的借贷成本 和更广泛的经济不确定时 企业资本支出计划仍在维持 制造商受益于其国内商品消费支出的大幅反弹 但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背景将抑制海外需求 与此同时 最近几周的数据普遍显示 经济增长势头正在减弱 在订单萎缩的情况下 供应管理协会ISM的工厂活动指数 在10月份接近停止 休息一下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美国校园再次发生枪击案 周三费城警方表示 奥福布鲁克高中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造成4名学生受伤 此次枪击案发生在上午11点半左右 近距离学校一劫之隔 警方表示当时有人在车内 向一群站在街角的人开火 负责学校骗区的警察听到枪声后 立即赶往现场 并将伤者送往当地医院 伤者包括两名15岁为姐妹关系的女学生 还有两名16岁的男学生 目前私人在接受治疗后情况稳定 警方于周三晚间找到嫌犯所驾驶的车辆 当地市府悬赏1万美元 以获取缉拿嫌犯的线索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之中 今天是感恩节必备的 遮上佳肴之一的火机 在通胀的冲击下 价格自去年开始上涨 今年更飙升至37年以来最高 令美国家庭今年过节的消费也有所增加 有农场主表示 由于饲养和加工火机的成本极深 不得不将价格调涨8% 据美国农会联合会最新的调查显示 食人的感恩节晚餐的平均价格 较去年上涨了20% 今年的火机价格更深至天文数字 与去年相比一只重约7.2公斤的火机价格 也上涨了21% 令感恩节火机的价格创下这项调查37年历史以来的最高价格 美国驻大使伊曼牛尔在24号感恩节当天化身厨师 为驻日美军送上感恩节大餐 穿上厨师上衣 戴着红色圣诞帽的伊曼牛尔 来到横田空军基地 为基地的军人送上感恩节大餐 伊曼牛尔手法熟练的 切着感恩节必备的佳肴火机 细心的询问领餐的军人需要什么配菜等 又会与军人们寒暄 气氛十分融洽 据了解获伊曼牛尔服务的是 美国空军第374空运连队 在感恩节之际 芝加哥市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狐猴们 也享用了感恩节大餐 为环伟狐猴准备感恩节大餐的是 芝加哥布鲁克菲尔德动物园的传统 今年已经是第九个点头了 动物园的员工们以秋天为主题 在餐桌上摆放了丰盛的食物和漂亮的装饰品 15岁的摩西和12岁的斯金纳前来享用了大餐 今年的大餐有饼干制成的火鸡腿 迷你红薯派 小红莓 胡萝卜 青豆沙古堡 玉米棒 配菜沙拉和葡萄汁等 纽约市24号举行一年一度的梅西感恩节游行 人们走上街头观看花车庆祝佳节 上千人在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街道上排成长队 随着五颜六色的巨型气球和花车 参加纽约第96届梅西感恩节巡游 组织方估计共有约300万观众现场观看游行 游行队伍从上溪区走到先驱广场 路线全长2.5英里 途经40多个街区 在今年悬游上亮相了有星球大战中的游打宝宝 龙珠中的悟空和海绵宝宝等16个巨型人物气球 还有28辆花车 12个游行乐队 700名小丑 10个表演团体以及众多歌星 汇聚一堂为美国民众带来一场热闹的表演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我是小师 感谢收看 祝您感恩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